副部長看過了嗎 剛才已經跟他講了 他說看過了 好 我們現在 協商時間已屆 我們就開始進行協商會議好不好 那因為我們現在有規定 會議室內不得超過40人 所以請這個幕僚人員先到隔壁好不好 我們有借隔壁 我們借隔壁 那我們是先進行 不好意思我本來想先進行四五案 但是我覺得也好像一二三案可以先處理 我們前三案的 國防部相關的人留在這一間 四跟五的 那個我們先到隔壁好不好 維持這個會議室內不超過40人 我們首先進行第一案 本日協商有五個主題 稍後我們就依序進行協商 那我們首先進行 第一案至第三案 那第一案呢是 協商 司法及法治外交 及國防兩委員會報告 並案審查 行政院行情審議 國防部組織法 第二條第六條 以及第八條條文修正草案 及委員劉建國等十九人 擬據國防部組織法 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等二案 那協商進行前 本來應該要介紹 不過我希望防疫期間 我們就省略 我們就介紹委員就好了 我們吳司法委員 劉建國委員跟劉思芳委員 好那我們國防部部長 這個 部長在這邊 邱部長 還有 行政院人士行政總署 蘇副人事長 副人事長 有有 專門委員 到 好我們還有全區部內政部 跟主席總署的代表 就不一一唱名 好 那 那 本案 審查會前於 一百一十年五月三日審查完聚 審查結果 第二條及第八條 軍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六條 照委員劉建國等十九人提案通過 並決議 因為討論前 虛交由導臺協商 源於今日進行協商 那協商的時候 我們請各位參閱 報告關心文書的台灣對照表 那如果有修正動議 或建議內容 請提出書面引發現場 進行討論 那我們 機關代表還要說明嗎 不用了 不用了 那我們就請出席委員 表示意見 大家還有沒有意見 對於這個 這個法案 好 那我們 這個協商之後 我們有一個主決議 有一個 我們先請劉建國委員 先發言好了 抱歉 因為剛才在處理這個事情 對主席 那個 我那個針對條文的查案 我都沒有意見 只是針對那個提案說明裡面 有幾個幾項裡面 他那個原本是要 改為全民防衛都還 停留在這個防衛後備 這四個字可能要修正 嘿 在第二頁的這個 第一款的第三行 第四行 防衛後備 動員署要改為全民防衛署 然後 括號以下簡稱 這個防衛後備 一樣要改為全民防衛 然後在這個 第八條 一樣都在這個 提案的說明裡面 為配合國王 第一項 為配合國防部 防衛後備 一樣要改為全民防衛 全民防衛 就這樣 好 提案說明的部分 那時候沒有一併 配合修正 那我們是不是就 同意 剛剛劉建國委員的提案 就是把這個司法說明的部分 請 這個 這個 國防部這邊 盡速把它做修正 好 好 那因為今天有提出一個 主決議 有委員 吳思淮 劉師範 黃師傑等提案 我們是不是先請宣讀一下 這個新的主決議 請參與書面 最後一段 對本組之法通過後 全動署可於明111年元旦設立 國防部應筹劃辦理單一縣市擴大動員 演習驗證並配合署之運作 結合兵推與計畫作為演習驗證後一年內 再研議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之修正必要與具體建議 提案人 委員 吳思淮等 好 請問大家對於這個主決議有沒有意見 好 請吳委員 好 這個主決議我想 就是請部長參考 國軍多年來 新成立一個組織機關或者部隊 有一年的實驗編裝這個概念 驗證 在過去跟現在成立新的防衛動員署 由法源依據之後 你運作一年 運作一年以後 根據過去我們所提的 以及這一次民進黨所提出來的 跟我們所提的意見幾乎是一致的 那麼在這四行運作這一年 發現有沒有必要修正 我們始終認為 以一個中將署長的位階 很難去推動相關各部會 有關國家面對戰爭的時候 全民防衛動員準備 絕不是國防部一個部會的事 這是我們國民黨團一致的看法 我也希望 國防部在這一年的事情 運作期間 要很務實地面對這個層次的問題 我舉一個最新的例子好了 現在防疫這個問題 就絕不是衛福部一個部會的事 光是教育部這幾天 就已經焦頭爛額 還考慮到經濟部勞動部 請假以後勞動部 怎麼去處理 這個兩個禮拜 或者一個禮拜的無薪假 經濟部 對整個經濟脈動的影響 光是防疫 就牽涉這麼多部會 包含交通部 包含內政部 那你全民防衛動員 是國家面臨戰爭的一個法 所以我想這一年 建議邱部長 要很務實地去面對 然後再 不是到一年再修 而是事情運作過程中 發現有問題 就要去研討 到一年是提出一個 完整的檢討報告 修正的意見 那麼這樣子 才能夠長治久安 國家現在面對這麼大的戰爭威脅 不是到一年後 完了 我們再做修正 而是過程當中 我想我們國民黨團 包含執政黨 有很多委員都很關心 也很對這個問題相當的內行 所以我希望是在這一年的過程中 隨時提出來 跟各部會之間的協調聯繫 縱向指揮橫向協調 所以在一年內 要提出一個修正 有沒有必要的建議 然後怎麼個做法 這樣子國家才能長治久安 這是我們提案的一個目的跟初衷 希望國防部能夠具體的參考 謝謝 謝謝 好謝謝吳委員 那請問其他委員有沒有要表示意見 沒有的話我們是不是請邱部長 也做一下這個說明 好 謝謝趙委 謝謝吳委員 這個大家給我們指導啊 連同上會公盯會 所指的內容 我們事實上已經在準備要做 成果一開頭 對我們全民防衛動員士 就已經剛才講了 你要做這個一定要有編裝實驗 這概念我們是有的 所以現在我們準備在 今天九月之前把它一切都做好 明年一月一號開啊 這個就掛牌以後 已經可以按照這個行程啊 一樣一樣做驗證 而且對幾個縣市 如果要做這個災房演練 民安演練的時候 我們把它附帶進去 看這個狀況如何 而這個當中會跟各部會 再次去跟他們報告說明 每個部會參與的這個啊 這個重要性 這一點我們會持續去做 是謝謝委員 謝謝 好謝謝齁 那我看今天應該可以有協商結論齁 那我就直接宣讀齁 那等一下請大家簽名齁 那呃 今天齁我們協商這個 國防部組織法第二條 第六條第八條條文修正草案齁 那本案呢就照審查會 審查結果通過 那但是我們修正律法說明齁 詳如復健齁 那請大家準備 那呃 三齁我們新增附帶決議一項 齁 因為剛剛寫是寫主決議 但是他性質上是附帶決議 齁 就是這一個 這一個 呃整個這個修正案的附帶決議 齁 那以上齁 那做以上宣告 那我們現在進行第二案 第二案 呃協商和司法法治 及外交國防兩委員會報告 並案審查 擬據 呃 並案審查行政院行情審議 齁 這個國防部 參謀本部組織法第二條條文修正草案 及委員 劉建國等事就委擬據 國防部參謀本部 組織法第二條條文修正草案等二案 本案審查會 前於一百一十年五月三日審查完聚 齁 齁 審查結果第二條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齁 並決議因為討論前 需加油黨團協商 由於今日 齁進行協商 協商時齁請大家參閱齁 那請問各位委員還有沒有意見 沒有 沒有的話齁 我們就 照審查會齁 審查結果通過 那一樣齁要修正立法說明齁 因為那時候修正立法說明那個 名稱改的都沒有一起修齁 那也相如復見齁 以上 我們繼續進行第三案 請他簽 現在先給他簽 好我們繼續進行第三案 協商司法及法治外交及國防兩委員會報告 並案審查 行政院含請審議國防部 防衛後備動員署組織法草案及委員 劉建國等十九人擬據 國防部全民防衛動員署組織法草案等二案 本案審查會前於一百一十年五月三日審查完聚 審查結果 名稱及第一條軍照委員會劉建國等十九人提案通過 第二條第三條 第五條至第九條軍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四條予以修正 並決定因為討論權序交的黨團協商 由於今次進行協商 那請大家看一下齁有沒有意見 如果沒有意見的話齁 那我們的協商結論一樣齁 本案照審查會審查結果通過 好那請大家來簽簽署一下齁 謝謝 好那我們 那我們前三案都處理完畢齁 那那個 國防部跟相關的這個練習官員可以先行到 離開齁 可以先行離開齁 你協商完畢齁 協商完畢齁 那我們要繼續協商第四案跟第五案齁 齁 那請那個齁相關的機關齁從隔壁過來 謝謝 谢谢观看